第七十一集 负责人一边放了心,一边又着急起来 一下子少了四个化妆师,这怎么忙得过来 他们办婚礼的地方又在郊区,临时再找也来不及 他当机立断 小林,你去问问酒店有没有什么办法 刚刚报信的志愿者立刻跑了出去 负责人拍了拍手掌,吸引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 有一个事情,我们约好的一组化妆师忽然来不了了 现在我们缺四个化妆师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志愿者里有人会化妆吗 新娘有会自己化妆的吗 志愿者们面面相去,新娘子们则一下子急了 我平时都不化妆 就算化妆水平也很差,怎么跟化妆师比啊 他们委屈的都快哭了 谁不想结婚的时候特别美丽呢 负责人也焦急 那其他化妆师快点来得及吗 一位化妆师为难地说 我们化妆造型一体的,肯定来不及 小王站在一旁也是束手无策 交集中,他瞥见角落里那位英俊的新郎突然站了起来 点头朝他示意 他来不及多想,立刻跑过去 到了他们面前,新娘子朝他灿然一笑,说 你们缺化妆师吗? 我的团队就在楼上 十分钟后,一对造型实胜的男男女女一人拖着一个行李箱 宛如走梯台般走进了休息大厅 走在最前面的年轻男人,在负责人面前停下脚步 你好,我们是乔小姐的化妆团队 请问哪些新娘需要我们化妆? 负责人懵了一下 这些是化妆师? 怎么和他请的化妆师,化风完全不同啊 不过他们立刻反应过来 把他们往新娘面前带 是他们四个 新郎也要稍微打理一下,来得及吗?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婚礼了 年轻男子打量了一下新娘们 新娘们这么漂亮,当然来得及 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驱散了 新娘们终于露出了笑容 化妆师们纷纷打开行李箱 取出巨大的化妆包 年轻男人一边摆着化妆品 一边目光在大厅里搜寻着 最终目光定格在了角落 他朝那边眨了一下眼 吹着口哨,开始工作 休息大厅里,重新有序地忙碌起来 一位还没轮到做造型的新郎起身 到饮水机那儿倒水 却遇到一个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于途 他惊诧地看着在饮水机前低头接水的男人 你怎么在这儿,你也参加集体婚礼 不对 才说完,他就自己否定了 怎么可能,你女朋友不是大明星吗 那你今天搞这么帅干嘛 一身西装笔挺,他猜测 难道是伴郎?谁这么想不开,找你当伴郎? 于途接完水,抬头一笑说 不,今天我也是新了 同事灯石愣住了 于途回到座位,把水杯递给乔晶晶 等他喝完水,他拉起他 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乔晶晶站起来 爸妈他们过来了 还没 那我们去哪儿 你不是说,被发现了我们就跑吗 被发现了 乔晶晶回望大厅 好像的确有点小骚动 然而还来不及细看 他就被于途从小门拉了出去 小门外是草坪 他穿着高跟鞋和婚纱布好走路 于途一把横抱起他 乔晶晶惊呼了一下 我们真的要跑吗 虽然有点刺激 但是好怕被爸爸妈妈打屁股啊 不跑 于途边走边在他耳边说 我忽然有点紧张 担心弄错流程 我们去现场练习一遍 于途就这么抱着乔晶晶 穿过草坪 从另一个门走进了酒店 进了酒店大门 乔晶晶连忙说 你放我下来吧 真的要我放下来 有人在看我们 于途低声笑 就是有人看 才让他放下它 众目睽睽下 这个姿势好羞耻 等等 好像不对 一放下来 大家不就看到他的脸了 虽然有面纱隔着 但是也不一定保险啊 现在好歹只有于途 一个人被看见 一个人丢脸 乔晶晶把脸 往于途的紧窝里 更努力地藏了藏 那你快点 到了二楼婚礼宴会厅门外 于途终于把他放了下来 双脚一落地 乔晶晶连忙左右看看 还好 此时宴会厅门口 并没有人 于途握着他的手 看着宴会厅紧闭的大门 我们就在这里面举行婚礼 嗯 乔晶晶也看向大门 开始排练 好 乔晶晶竟然有点紧张了 明明只是排练而已 婚礼开始前 工作人员会把我们带到这里 然后一对一对新人 依次入场 我们是最后一对 入场的新婚夫妻 会不会太后面了 不会啊 我们从来都是压轴出场的 我觉得也是 好了 我们进场了 于途深深呼吸 推开了宴会厅的大门 漫天的新灰 顿时清晰而出 乔晶晶煞时睁大了眼睛 脱口而出 哇 好漂亮 她惊喜地走进宴会厅 一时间 宝如置身于一片深蓝色的星海 头顶是沙漫线连勾勒的夜空 各种灯饰化作繁星点缀其中 深盼是白色玫瑰组成的花海 而通向舞台的道路上 竟然也投影着无数星星 当她拖着裙摆走上去 就像拖着裙摆漫步在银河 于途站在原地 看着她在银河里转圈 好浪漫 乔晶晶忍不住掀起投杀 看得更真切一些 你们航天专业的人真的太浪漫了 婚礼居然是星空主题的 怎么想到的 大家一起选的 负责人把我们单位的人拉了一个群 大家一致投票给了这个主题 你早就知道了 你还参与了婚礼设计 乔晶晶有点惊讶 大家都很积极的 你在里面没被人发现吗 我用了小号 可怜我出了不少主意 却不得不深藏公与名 乔晶晶好笑 我才不信 最早我想自己办的时候 你明明什么好主意都没想出来 于途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来 别乱跑 我们进场了 乔晶晶跑回来 把手交给他 接下来 我们一起走向舞台 嗯 他们手牵着手 认真地在门口站定 然后一步一步地 踏着星星 走向舞台 宴会厅里 其实本来有几个人在调试设备 这时 却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愣愣地看着他们 于途和乔晶晶完全忽略了他们的目光 此时此刻 在这个梦幻的宇宙里 只有他们彼此的存在 他们走到了舞台 我们站在这里 于途拉着乔晶晶 在一个有点偏的位置站定 你记得很清楚啊 根本不需要我导航嘛 于途轻轻地笑 我当然记得清楚 那然后呢 乔晶晶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他 然后 四姨会宣布婚礼正式开始 我的老师会为我们证婚 我们的父母亲友会在台下 无比欢喜地看着 我们要交换戒指 宣读誓言 护许终身 最后 在千万星光中 璀璨银河里 我可以拥抱你 对你说 于途揽过乔晶晶的腰 低头稳住他 说 我爱你